Ubisoft 在自家發表會 Ubisoft Forward 上 不僅發表了《刺客教條》系列 15 週年紀念作 《刺客教條幻象》 還公開了接下來《刺客教條》一系列 正在開發的新作以及未來動向 電玩瘋就來整理目前的情報 以次告訴你 首先是即將進入發行兩週年的《刺客教條》為經紀元 在今年底要推出免費更新最終篇章 本次劇情將讓埃沃爾再度踏上旅程 透過與關鍵歷史人物的相遇 把至今的故事件連接起來 為這段不凡的圍巾傳奇畫下完美句點 而在《刺客教條》品牌的未來展望中 公布了兩款正在開發中的《刺客教條》旗艦新作 首先是傳聞已久的日本刺客終於正式發表 《刺客教條》代號RAP 由曾經打造《刺客教條》奧德賽的 Ubisoft 魁北克領銜開發 將故事舞台首次搬到了日本 玩家們終於可以體驗到日本封建時代的忍者傳奇 另外一款公布的旗艦新作 則是《刺客教條》代號Hexat 由一手誕生出《刺客教條》系列的 Ubisoft 蒙特樓工作室操刀 從預告影片中的意象以及Hexat 在德文代表著女巫 因此有不少粉絲們猜測 這可能會是一款設定在獵巫時代的作品 整合以上兩款新作以及《刺客教條》歷代作品的全新平台 就是之前有公布過的《刺客教條》代號無限 多年前曾掀起熱潮 許久不見的《刺客教條》多人模式 也將在代號無限中回歸喔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其他平台 《刺客教條》將推出兩款手機遊戲了 代號 Jade 背景將設定在西元前三世紀的中國 算算正好就在行潮 開發團隊將致力於把《刺客教條》系列獨有的開放世界體驗 帶到手機平台 並讓玩家克制自己的刺客角色 在中國萬里長城上帥氣跑酷 還記得之前曾經提過與 Netflix 合作的《刺客教條》真人影集嗎 不僅如此 Ubisoft 還將開發一款在 Netflix 上獨家提供的《刺客教條》手機遊戲呢 發表會的最後製作人表示 現在《刺客教條》系列的目標就是要打造歷史的遊樂場 讓玩家在體驗《刺客教條》精采的故事之餘 更能夠了解歷史留下來的軌跡 並從中找到樂趣 哇 看來 Ubisoft 的野心深入全世界相當龐大 看完以上這些情報 不知道你最期待的是哪一款《刺客教條》的遊戲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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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